大学生还没毕业 就被继母强迫卷入豪门联姻 女孩虽然心有不甘 但为了能够顺利毕业赚大钱 只好按照继母的要求做 Netton酒吧 女孩玩真心话大冒险书 同学要求她扯下这个男人的腰带 并奖励她800块钱 女孩想都没想果断冲锋 以为可以利用美人计轻松拿下 可却被男人看成轻薄 以为她是个坐台的 两人拉扯时 同学们在吧台谈话被男人听到 知道了女孩是在做成分 于是逆转角色反押女孩 想要我的腰带 那就要准备好付出代价 女孩被她搞得有些害羞 决定送她的果盘作为交换 心中开始打起小算盘 果盘的话是100块 打赌赢的话是800块 自己还能小赚 男人表示不想要果盘 并且开始调戏女孩 要什么果盘 我面前不就有个超甜小草能吗 女孩一听顿时无语 心想真倒没碰到流氓了 她推开男人想要逃跑 可没走两步就被拽着 男人抓住她的小手向自己贴近 轻轻一按腰带直接疼 顿时吓得女孩呜呜呜 皮带先交给你保管 我还有事 晚点还给我 别敢动哭了 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助人为乐 女孩接过腰带一脸猛衣 喵得死变态 我这手是不能要的 回到吧台 她对着腰带一脸刑起 小胖一分填膺道 这男的怎么这么没生成 腰带说给就给 女孩的闺蜜看着远去的男人饭请花吃 要是能搞到她的微信就好了 女孩听后线上一记 一会儿你把腰带还给她 那肯定了 希姐都订婚了 对象可是陆家的长孙陆又染少爷 陆家可是全球排名前几的权贵世家 刚才那个男人在帅 在陆又染少爷面前又算得了什么 好了先不讨论那个死变态 腰带我拿回来了 院赌服输这八百块钱我就收下了 旁边一个男生吐槽 希姐你是不是掉进前眼里了 才八百块钱 你家不是很有钱吗 而且你平时是个打工狂魔 还在这家酒吧当小酒师 也不差这点钱吧 你个臭小子懂什么 八百块可是福利院半个月的伙食费 说话间 小胖突然发现了猫腻 我擦 这腰带应该是爱马仕私人定制的心 上面的钻石是真的 起码得五十万了 女孩疑惑询问这是真钻石 不是塑料装饰吗 闺蜜回着胖达好歹是个富二代 不会看错的 那男的一定非复极贵 希姐 你看那边的贵宾戏 那不是我们酒吧的张老板 听说他定居国外一年了 什么时候回来了 既然亲自上去接待那个男 还点头哈腰的 男人察觉有目光看了 抬头向那边一提 吓得女孩直冒冷汗 这时 女孩的手机突然响起 拿起茶看是继母打 严谨熙 赶少爷回路凝视了 住在你打工酒吧楼上 那个五星级酒店 房间八百零一 我给你准备了一套礼物和一份礼物 换好礼物后 上楼把礼物送给他 把握机会好好表现 否则别想顺利毕业 女孩不爽回着知道 我有点事先走 你们记得把腰带还给人家 哦对了 结账到我名字有缘工作 女孩听从继母屋里要求 身穿落背超短裙 给公子哥送礼物 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听话 还得从十四年前说起 女孩是个孤儿 从小在福利院长大 这天 一个大师说女孩命格旺 能镇宅挡在 严家主母冯如烟一听果断 将其收养 从这以后女孩就被各种利用 虽然是豪门之女 但却过着乞丐生 家母很少给她零花钱 她一个人要打好几份工 女孩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好上学 将来毕业可以赚大钱 但就是这么小小的要求 家母还是百般准 要求女孩 联姻财力雄厚的陆家 如果女孩不同意 她将无法拿到毕业证 很快女孩就来到了801房间 轻轻敲击房门 发现门没有关 走进房间 听到里面有嘻嘻嘶嘶的声音 女孩紧张询问 陆少爷 是你在里面吗 我是来给你送东西 他慢慢向里面走去 居然看到一个男人正在洗澡 男人察觉到有人过来 转头查看也发现了你 对不起陆少爷 我不知道你在洗澡 真的抱歉 男人一看是酒吧 那个女孩顿时来了兴致 微笑询问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我妈让我把这个送给你 你看看满不满意 满意的话 记得给个五星口 我也好回去交差 男人听后有些无奈 心想每到一个地方 都会有人巴结 真是头疼死 不过 这么直接登门入室 的确是头疑 想着拆开礼物盒子 看到里面的东西 他调堂了 这个是你穿给我看 还是我帮你穿上再看 女孩一货不紧 转头询问什么意思 看来这次不要腰带 直接选择药物 女孩看到他手中的 性感想念 整个人顿时麻了 知道冯如烟想卖我 但没想到他这么不择手段 冷静下来后 女孩询问着总是你 心想瞄的 我不会走过房间了吧 不对啊 我进门时还确认来着 男人没有回答 而是顾不紧逼 他们送来的女人 我一向拒绝 不过 如果是你的话 我似乎不介意你 小夕被他调戏 快速后退 这时 他脚下突然一红 身体直接向后倒去 危机时刻 男人快速伸手 想要给他拉住 可女孩却下意识 拽在他的浴巾上 随着浴巾乏落 男人的牙签也展现出来 对不起对不起 我是想抓你手 结果不小心抓错了 看了我的秘密 你就要付出代价 男人向前逼近 女孩向后闪口 肩膀正好碰到开关上 男人身上的热气 混合沐浴露的香味 弄得女孩意识有些迷离 眼看干柴烈火 就要碰撞在一起 女孩突然回过神案 不可以哦 为了表示歉意 我重新给女人声 女孩身体颤抖嘚嘚嘖嘖 系了好几下都没有机声 那个 你看能不能自己弄 不行 是你给我弄开的 所以现在必须给我弄 女孩听到他的话 只好用着头皮声 脸蛋贴在他的腹肌上 快速扭扣子 可以了吧 我给你系上了 男人挑起他的下巴 一脸的鱼 进了我的房间 还想全身而退 说着他直接吻了上座 女孩被吻瞬间猛逼 心想真把我当成那种一夜情 想着他用力以后 男人疼痛快速封弹 抱歉 我只想让你变得清醒 女孩说完将灯打开 我不是来找你 为什么你不在陆又染的房间 男人听后一愣 表示这里是自己房间 可在一想顿时吃醋 刚刚那个礼物是给陆又染主人 他是你男朋友 你很喜欢他 小夕紧张回着试 他马上就来找我 上来就问这么多问题 你查户口啊 我可不是谁的替代品 出去我不想看见你 哼走就走 谁稀罕来你房间 走出房间后 女孩居然看到了正牌男友陆又染 女孩跟男人酒店似会 却意外碰到未婚夫 哎呀妈呀 吓死我 还好没看到 要是被他发现我穿成这样 进了别人房间 那我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女孩东张西望寻找掩体 下一秒 房门低的一声被打开了 陆又染拎着东西走了进你 小叔 我给你带了夜宵 女孩听后晴天霹雳 我擦 他就是传说中的那位陆三爷 陆木晴听后从卧室走了出来 看到沙发后面的小戏顿时一震 女孩比了一个晋升手势 让他别声张 可男人天要王 询问大侄子酒店会不会溜进你 女孩听后卑微祈求 想要让他放过自己 心想被退婚倒是无所谓 但搞砸联姻冯如烟肯定不让我 拿不到毕业证就没办法赚大钱 不能赚大钱就没法帮助张仪支撑福利乐 小叔你真能开玩笑 这可是陆宁最顶级的酒店 有着严密的安保系统 放心 你那些追求者绝对进过来 陆木晴听后没有继续停留 绕过女孩开始唠家长 陆宥冉一边拿夜宵一边回答小叔问对 只了一会 陆木晴有点担心女孩 他那么蹲着脚一定很 于是借着取酒之走大侄子 女孩听后如蒙大事 心想终于要得救了 既然小叔有这个兴致 那我今天就陪你喝几杯 可刚起身 冯如烟的电话就打不过来 陆宥冉接起电话那边询问 陆少看到小夕了吗 他准备的礼物洗不洗 陆宥冉一脸猛逼 冷身回着没看到 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在哪 女孩一听要给自己打电话 吓得差点灵魂出窍 陆木晴也不想女孩暴露 一把夺过大侄子手机说着 先去拿酒 其余的一会再说 陆宥冉当跑腿当惯了 无奈回着好好好 等他走后陆木晴疯狂食眼色 小夕受到信号把腿都跑 一点不想在这多留 男人见状一脸醋意 心想他就那么怕佑冉入口 还真是在意你 小叔 厨房只有啤酒了 等下订瓶红酒上来吧 陆木晴接过啤酒询问 那个严谨西是爷爷 给你找的未婚妻 陆又染回着似的 那你觉得他怎么样 适合结婚吗 看起来是一个很乖巧的女 长得也还行 不过感觉没什么个性 放在角落都不容易 被发现的平庸女 男人听后陷入沉思 他乖巧 他没个性 他平庸 究竟是这个女人会伪装 还是我这大侄子眼下 陈思丸询问道 你们交往多久了 见过一次面 干瞪眼十分钟算不算交往 陆木晴一听喜上眉梢 如果你对人家小姑娘没意思 不用着急和他并婚 你爷爷那里 我可以帮你说说 想娶的女人娶不到 娶谁都无所谓 说完猛贯一瓶啤酒 小叔 要不你给我挑个直喜 你的眼光好 你看上的女孩 我肯定能看上 你小子说什么胡话 我看上的女人 那是你舍然 怎么可能给你呢 陆又染听后先是一乱 然后开怀大笑回着眼神 喵的我喝多了 小夕出来后 寒风打在身上 瑟瑟发抖 管家拿过来一个手机说道 大小姐 住人的电话 女孩心想这老灯情报 都打听错 还好意思打电话过 害得我差点 跟陆木琴擦枪走 接过电话后 女孩询问 什么事啊 陆是要对你的礼物满意吗 女孩冷声回着不满意 你个没用的恭喜 今晚别回来 我是不会让你进家门的 说完直接挂断电话 女孩愤愤不平 哼 谁吸的回旋 自己情报有物还能怪我 这时 她看到手机时间一机灵 因为烧烤店的打工 快来不及 老赵 快去白泉广场 我快要迟到了 老赵听后没有作息 地脚由门窜了出去 留下管家在那一连努力 大小姐我还没上车呢 等等我 女孩虽是附加千金 但却过着乞丐生活 打了一夜短工 她困得眼皮直干脚 决定上课前先睡一会 走路时 她跟陆木琴撞了个正整 两人四目对视 女孩紧张询问 你怎么会在这 陆木琴上下打量 回着闲逛 你是这里的老师吗 小夕听后连忙摆手 表示自己是这里的学生 几年级 哪个班哪个专业 身体不断逼近说道 你是我大侄子未婚妻 这关系你说我们不熟 既然你知道 我是你侄子未婚妻 就应该和我保持距离 陆木琴一听 她拿这个当挡箭牌 贴近调侃的 既然你是她的未婚妻 是否接吻过 小夕为了不落下风 心虚回着当然 是吗 据我所知 你们只见过十分钟 你确定她吻了你 小夕一看被她试破 不装了直接摊牌 那又怎样 你咬我的 你说什么 想让我要了你 乱说什么呀 你是不是耳背 分不清咬跟药吗 好了不要就不要 你那么熏做什么 你离我远点 我还是个学生 没你那么丰富的人生经历 也听不懂你的文字游戏 心想虽然不知道 她打了什么主意 但还是离她远一点为好 一个小时候 上课铃声响了起来 闺蜜周嘉敏轻轻唤醒醒吸 赶紧喝点咖啡提提神 刚才有人说 工程造价来了个新老师 她拥有工程建筑 和商业管理双博士学 设计建筑工程 曾过世界级大景 被奉为经典神作 而且她名下的高级酒店 便不适走 富可敌国 我还听到小道消息 她出生在陆明 是一个很有权势的打架子 小西越听越耳熟 心想不会是认识人吗 下一秒 陆木琴从外面走得进来 帅气的样貌 笔直的身体 迷得班上姑娘哇哇乱解 姐妹你快看 这不就是我们那天 酒吧遇见的陆总 那天晚上还把我们的酒请 小西听后一脸无奈 她那么有钱还来教书 脑袋是不是被门解离了 人家可是学校特别邀请了 陆导师一周只上一堂课 但是会指导我们的毕业论文 据说系里唯一的优秀毕业生 也由他来决定 这么帅气英俊的男老师 我真是爱了 大家好 我叫陆木琴 以后一周一节的工程造价课 就由我来上 小西听后不断盘损 这个男人有权有识 还影响着我的优秀声明明 我这不纯纯被拿捏了吗 陆木琴站在讲台上分享经验 女孩听后疯狂做笔记 因为碰到一个有实战经验老师 这时 他手机突然响了起 打开一看是冯如烟发烂 小西点开生成文字 看到里面的内容 他骂骂咧咧 输入好回复信息 刚要发送就感觉旁边站了对 小西转头查看一击零 按照学生手册 学生上课玩手机该怎么处理 小西听到他的话快速站起 陆老师对不起 刚才家里人给我发消息 我未婚夫的小叔来录您是吗 家里人怕怠慢了这位小叔 让我回去准备一下 陆木琴听后早砍道 这位小叔对你很重要吗 小西听后陷入沉思 如果我说重要 他肯定会得意 如果说不重要 又会得罪他 未婚夫对我来说很重要 所以 这位小叔的认可对我来说也重要 陆木琴一听心声不悦 这节课你不用上了 明天教一万字的检考书 女人为了能够攀上陆家的高枝 竟然将自己没毕业的女儿送去联姻 所以 我真的要这么没底线吗 你懂什么 陆大少爷就喜欢性感的女人 你送出去的礼物他都看不上 你还不好好努力 可今天不是去见他的小叔吗 保守一点可能会更好 女人听后陷入沉思 传闻他小叔不尽女色 如果看到他穿成这样 没准真的介意 那你就披上这件外套了 可又染少爷担动相处就脱了 女孩听后直冒勇汉 心想你不做丧妈妈真是可惜 酒店包厢 风如烟带着小西走了进来 陆总 又染少爷 久等了 女孩盛装出席 直接给陆木琴迷住了 小西做这把 小叔想好好看看你 风如烟一听赶紧给女儿推了过去 锦西快叫人 又染少爷的小叔 你也跟着叫小叔吧 女孩听后有些纠结 刚想要叫的时候就被陆木琴打断 我可没有你这么大的侄女 小西心想这个狗男人又招我了 心眼真行 风如烟坐在一旁开始奉承 陆总看着好年轻呀 应该比又染少爷大不了几岁 说完向女孩瞪了一眼 想让他也夸两句 小西见状赶紧陪笑 陆总看起来确实年轻 像是跟又染少爷一样大了 陆木琴听后完全不顾周围人群 一把搂过小西回着梅子 我只比他大了三岁了 怎么 你很关心我的年龄吗 小西被他搂得变 冷身回着没有 转头看向陆又染 可他却毫不在意 整个小西都感觉自己跟陆木琴是一对 锦西 小叔爱吃虾 给小叔包几只吧 小西听后更加确信他不在意 并且还感觉很有趣 这些公子哥真没好东西 陈思婉 小西推开陆木琴的手说着 哎呀我不会包侠 不好意思啊陆子 锦西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不会包侠了 你包侠最熟练了 快点给陆总包紧 严小姐不会懂 可以让又染骄证 他包侠有经验 陆又染一听顿时来的兴致 包侠是一门艺术 你可以先吸一下他的头 用力吸会好一点 然后沿着身子轻轻的也 等到汁水吸的差不多时 就可以直接吃了 冯如烟听后老脸一胡 但是陆总在这又不好说什么 你小子乱教什么 是不是欠揍了 小叔我这都是实战经验 多练习以后吃虾才不费劲 小夕被这对书只搞得小脸修复 心想都不是好东西 这时 包房大门被人推开 一个辣妹走得进来 小叔妈妈姐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来人正是严家二小姐 风如烟的轻生女 小夕的妹妹 严蕊走到陆又染身边有说有笑 完全忽视了旁边的姐姐 几人吃了一会 小夕突然感觉有人替自己 这个方向 应该是严蕊多到陆又染 不小心碰到了我 拜托 我可不想成为你们推的业 想着他身体往陆木琴旁边挪了脑 此时的陆木琴也发现了关门 冷声说着诱人 好好吃饭 两人一看被发现 顿时羞的小脸轰红 风如烟感觉气氛尴尬 咳嗽了一声是一女孩进去 小夕收到信号乖乖照走 来陆总 我敬你一杯 陆木琴丝毫不给面子 冷声回着我从不和女人敬的酒 小夕被他怼得很是尴尬 心里咒骂狗男人爱喝不喝 老娘还不愿意跟你喝呢 可下一命 陆木琴竟主动拿过杯子 要求跟小夕喝一杯 小夕见状强几微笑 心想这个男人绝对是故意的 两人举起酒被碰撞 小夕用力过猛 直接给陆木琴洗个嘴 对不起陆总 你等我一下 我去问服务员要个毛巾 没等陆木琴回话 小夕转身开溜 爸总饭桌七分女孩 却被女孩狠狠教训一份 哼谁叫你捉弄我 您就试着裤子戴一回 十五分钟后 前台小姐无奈询问着 小姐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小夕没有回话 而是认真玩着手中的斗地主 轻声回着给三百二十包厢送的毛巾 记住要慢点送 越慢越好 话音刚落 身后就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好玩吗 女孩被吓得一击零 手机差点扔出去 冷静后她无赖回着 谁让你先往我 陆木琴听后一脸冷酷 身体向前步步紧逼 吓得前台小姐姐都跟着发动 小夕看她动手动脚大脑飞速运转 小叔 我是你侄子的未婚妻 你这样就不怕和你侄子闹矛盾 不怕没法跟你老子交代吗 陆木琴听后直接无语 你以为我愿意听又染说那些包厦混账话 我对你动手动脚冒犯你 她竟然觉得有趣 不但没有帮你解围还让你陪我 甚至当着你我的面开黄枪 我只不过顺势让你看清又染对感情的态度 免得你失心错误 你明明 居然是故意引导陆又染那么说的 陆木琴回着当然 现在你还觉得我是在戏弄你吗 说着捏了捏女孩的脸 小夕看她越来越近 直接给她冷静冷静 叔叔你可能搞错了什么 本来我就不会对这桩婚约付出珍惜 我的人生自有规划 陆木琴被踩一脸享受 终于不像个梦葫芦 踩也踩 耍也耍了 那我们回去吧 小夕心想不应该啊 我都这么对她 怎么还不发脾气呢 懒得跟你生气走了 回去路上 两人经过一个包房 里面一个女人妩媚说着 姐 严景熙经常出去鬼会 她就是个超贵装的心机点 小夕听后疑惑不及 严蕊和陆又染怎么在里面 下一名 里面传出运动声音 门外两人顿时无语 小夕逼男这俩人也太猴急了吧 陆木琴无奈回着那你想怎么办 女孩转头四处观望 片刻后她锁定在旁边的拖步上 拿起拖步直接封门 让这对勾男女玩个够 既然她都说我是心机本 不做点什么对不起这个称呼 锁门祝福 不愧是你啊 一个小时候 饭局散场 小夕跟陆木琴上车后 冯如烟钻进来叮嘱开车慢走 一定要照顾好陆总 女孩回着知道 心想送完就跑吃则生变 起步后陆木琴转头询问着 他们都在包房里那样 你还想嫁给佑染吗 这桩婚事做主的是陆老爷子 我改变不了他 难道你看上的是陆家的群世 小夕冷淡回着你说是那就是吧 陆木琴听后陷入沉思 未婚夫都和妹妹搞到一起 他还能这么淡定 到底因为什么 很快两人就到了别墅 女孩进门就被妹妹喝吃 严谨心你要不要这么阴际 居然把我锁在包厢里 我为谁要锁你 你不应该想想自己 为什么在别的包厢吗 还有佑染少爷吃饭吃到一半不见 你们该不会做了什么吧 佑染听后一阵吃笑 那你猜猜我们做了什么 小夕冷笑沉思着 想让我挑明主动解除婚约 我才不会中你们的情 惹怒陆老爷子 我的毕业症就凉凉了 傲慢回着做了什么 我不感兴趣 这么一整佑染蒙圈了 脱板明明是他弄的 也看到我跟严蕊那般 竟然不生气也不闹 今天有些晚了 我回房间睡觉 小叔 女孩子晚上出门不安全 就让他们在这住 说完眨眼提示他同意 陆木琴心想这臭小子又要作妖 看来晚上消停不了 严蕊一看小叔没有拒绝 一把夺过小夕的包包溜走 姐今天太晚了 我们就住这了 没等小夕拒绝 他就钻进了房间 严蕊 快开门 把包还给我 我回宿舍还有事吗 敲了一会没有回应 小夕转头询问 你就这样任由他们胡闹 陆木琴无奈回着我老 管不了你们年轻人 混乱的多角关系 不过提醒你 这里只有三间卧室 你妹妹和又染个站一间 现在只剩一间了 如果这样的话 能不能把你的车借我一下 我去住旅馆刷脸支付就行 不行 太晚了你们的女孩不安全 小夕听后回着好吧 那今晚我就在沙发将就一下 怎么 你要跟我抢地盘 小夕一会询问什么呀 你今晚可以睡我的房间 记得锁好门 女孩子睡客厅不合适 还是让我来吧 小夕突然觉得这个男人 也没那么讨厌 说了声谢谢后 转头走进了房间 凌晨一点 隔壁突然运动起来 声音吵得小夕根本没法入睡 怪不得严蕊非要拉我一起住 这是在跟我示威啊 怕男人着凉贴心盖被子 却被他误会成别有用心 夜晚 小夕被运动声吵得睡不着 于是捏手捏脚走出房间 东张西望寻找水时 发现陆木琴被子滑落 女孩见状有些愧疚 毕竟是因为自己才害她睡沙发的 小夕走过去捡起被子 心想这要是感冒了 我欠的人情可就大了 将被子轻轻带好 看到她眉省顿时松了口气 地南客厅也这么清晰 房子隔音也不行了 转身想要寻找水喝 却被陆木琴一把拽着 女孩吓得灵魂出窍差点跳起来 小声询问你干什么呀 快点放开我 陆木琴一脸猛逼看着女孩 你不会是故意穿成这样来找我了 小夕回着我们呀 你们家也没有别的睡衣能穿了 两人说话间 卧室里面结束了 女孩心想要是被严蕊撞见我们这样 一百张嘴都解释不清 眼看着房门就要打 陆木琴一把将她拽进怀里 下一秒 两人直接亲在一起 小夕害羞推开询问 你你你这是干嘛 陆木琴不想解释 搂过她的脑袋贴在胸前 拉过被子将她盖起来 等到里面两人出来后 他俩同时屏住呼吸完没 陆木琴借机凯游 对准女孩小脑瓜又吸又蹭 搞得女孩心脏砰砰直跳 伴随着房门砰的一声 小夕赶紧将头抬起 好险 差点就被发现了 那个谢谢帮忙 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 陆木琴听后用力抓住女孩 冷声询问你为什么给我盖被子 你是在关心我 还是欲擒故纵了 女孩给爸总迷得团团转 却又让他手养心养得不到 严谨熙你到底在想什么 未婚夫跟妹妹行苟且之事 你居然还能这么淡定 难道你有共享老公的品货 女孩回怼这是我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不行 你今天一定要交代清楚 为什么非要陆又人 我陆木琴哪里比不上她 你你你 你在说什么虎王之词 这是一个长辈干说的话吗 她还真是敢想 和侄媳妇谈恋爱完全不能理解 严谨熙 我陆木琴不缺女人 也不是随便哪个女人都能站在我身边 你确定要拒绝我吗 女孩听后直接推开她的脸 小声回着确定 您这样高高在上的男人 我根本惹不起 说完转身站了前面 留下陆木琴坐在那里一脸猛逼 惹不起吗 那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力 女孩快步走回房间 心想好险 差一点就交代到你 陆家这叔侄俩好像都不是正常人 第二天 小夕来酒吧上班时 被一个油腻老男人缠上 小美女来陪我喝一杯 男人听后拍桌怒 看不起我是吧 在这种地方打工还装什么纯洁 两名男服务生走过来又捧又平 最后送了个果盘将他打发走了 哎 倒霉喝凉水都塞亚风 上个班也能碰到这种事 早九时 手机突然响了一声 打开一看是群消息 上面写着作业提前消 小夕心想 这个狗男人一定是故意的 幽景熙 听说你又把客人惹火了 扣分那扣分 友情提醒一句 再扣下去奖金可就没了 哎呀肥婆 这里擦得不干净 给我归地上查 要我跟你说多少遍 扣分扣分 小夕愤愤不平 这个赵领班就是个人渣 每天都各种脏毛病打压我 扣分剩下的钱自己插兜 这时 老板急匆匆跑过来 陆家大少爷来了 都赶紧去伺候他 张总我有经验 绝对让他感受到服务 老板没有理他 走到小夕跟前祈求 又染少爷指名找你 能不能过去陪他喝的 女孩心想这个家伙又要搞什么鬼 赵领班被无视心生怒气 心想都敢从我手中抢活了 看我怎么给你穿小鞋 女孩为了一千万 拒绝坐路加少奶奶 酒吧包厢 陆又染跟小夕面对面坐着 昨晚我和你妹妹发生了什么 你应该都知道吧 我对你妹妹很感兴趣 而你却平平无奇 小夕听后反问 你到底想干什么 陆又染心想这个女人的确沉得住气 但我懒得跟她好 说吧 你要多少钱才肯退婚 这就对了吗 早谈钱我们就不用拉扯 心想陆又染这么猖狂 不好好敲一笔都对不起她响亮的名号 如果一个白领一年能赚十五万 工作五十年就是七百五十万 想着她抬头回着我要一千万 现在交钱我立马打电话拒婚 心想有了这些钱 张仪再也不用为房租犯愁 而我的毕业证要不要也无所谓 陆又染听后心声不悦 我就值一千万吗 当然不是 一千万是陆家少奶奶的价格 心想你陆又染在我眼里 充其量是只四脚蛤蟆 一文不值 陆又染看到女孩性情大变 心里泛起小九九 不过能退掉这张婚姻也算自由了 这张卡里有一千两百万 密码是八九一零一五 你现在就给我爷爷打电话 说我们不合适 小夕反问我怎么知道卡里有没有钱 你耍我怎么办 来给他验一下 手下拿过银行卡 对准抛丝机上一刷 余额立马显示出来 成交我现在就打电话 说着便拿出手机 伴随着短暂的嘟嘟嘟 那边接通了电话 陆老爷子在那边询问着 小夕啊 找爷爷什么事 爷爷是这样的 我不能嫁给陆又人 我们不太合适 如果冒犯到您 我在这里给您说声对不起 祝您长命百岁 身体健康 陆老爷子听后叹了口气 锦西啊 你可是我认定的陆家媳妇 很多年前我就盯上你 小夕听后顿时一乐 心想什么意思 难道我小时候见过她 短暂寂静 那边说着如果不满意这种婚事 那就听你的吧 挂断电话后 小夕如是重了 起身说着陆爷爷真的很正直 但陆少倒是没遗传多少 后会无期哦 祝你跟我那个妹妹百年吼 陆又人心想爷爷这么爽快答应 一定有什么秘密